上節目高調談選舉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傳出有意到花蓮領軍參選立委 昔日老長官李登輝 直呼太可惜 他做立委太熟了 應該就給他機會做得比較大 台灣的比較大 我在想這個人 台灣的 我們這個行政方面 如果要做工作 只有這個人最優秀 沒有其他人的比比較好 阿輝伯喊讚 笑笑回應 李宋關係看來回溫 拉宋打馬的態勢明顯 年初李登輝慶祝90大壽 宋楚瑜正式做上兵 又是握手又是敬酒 互動很熱絡 看不出兩人關係 曾經因為李登輝 主導動審一度降到冰點 台灣人 新的台灣人 告別 沒錢啊 贏下了七十幾年出發 李登輝一句話 13年前把馬英九送進台北市政府 現在為了農民上街頭 李登輝不惜重炮轟 聽到這裡 你如果不疼心 只做法國沒有用 農民做 只只做一點點而已而已 那這樣 聽到應該聽到少了 都忘記了 話中聽得出 對當初身邊的馬英九 失望成分居多 再加上國外密障案 大選前夕起訴 離馬關係漸行漸遠 這也難怪 李登輝一邊高喊 氣馬保台 舊部署宋楚瑜 2012年的選戰部署 也不忘記幫忙拉台 三列新聞 王彥均外宣 特朗 我們看到李登輝這樣稱讚宋楚瑜 不知道這個蔡英文的名字 你會瘋一半嗎 因為蔡英文也算是徒弟 不讓他這樣而樂 李登輝這麼講 背後我們什麼含義 會不會希望在這次的總統大選裡面 多一個人出來 這個整個局面會比較有意思呢 另外一方面 宋楚瑜他不排除要去選區域立委 他說 清平黨這次的重點 是擺在立法院的 那麼接下來的立法院 會怎麼布局 有沒有可能最後 因為宋楚瑜他講得很好玩 因為他說 他說這次選票一定要做防水的 因為大家都含淚投票 選票會失掉 有可能變成廢票 我們一起來看看 要跑那天下來 換人 換這個 宋楚瑜 我效果 去年五都唱衰國民黨 李敖要宋楚瑜來當台北市長 現在傳出清明黨 立邀李敖批橘袍來當不分區 才說立委總統二選一的宋楚瑜 遭到藍營批評 徐英內部建議 就算不選總統 連署挺送的民眾 也可轉進廢票聯盟 表達不滿 這一次選舉不是要去查 你會不會帶手機去照相 是要小心帶印的 要防水 因為大家都是 你們兩黨不是發揮嗎 還沒去投票嘛 假如通通是還沒去投票 全部都是投票 都是廢票 講到投廢票還真敏感 因為2004年連送配外傳 金普衝好友鄭春琦發起的廢票運動就是落選關鍵 現在提供2012有意無法發採 有一批人啊 確實啊 也認為說 應該 像以前啊 國民黨 重量級人物的一些比較 特殊的人物他們所花旗的 那個花旗的 會票聯盟 也有人是這樣建議 清明黨中央沒正時要發起 對票聯盟 但支持者已經純純欲動 宋主瑜 金普衝 官司心結難解 再加上 蘭怡批宋 聲浪不斷 舊仇家心恨 恐怕讓國慶合作可能性 越來越渺茫 三類新聞 文言軍官宣 看不到 是因為在選前兩天還是三天 馬英九出來開個記者會 說宋主瑜已經出局 所以宋主瑜最後因為棄保的問題 有一些人票投給連戰 票都撈毀掉嘛 所以宋主瑜就算了 2004年這最重要 2004年連送配的時候 比賽贏了連送配贏了幾票 贏了2萬幾票而已 贏了不少 但是那個時候 有很多人 我的印象是鄭春喜還是誰 弄了一個備票聯盟 那個票多少 備票多少票 33萬票 所以你看這一次 2012年的這個選舉 票數那麼接近 選情那麼緊 民調現在都不噴上下的 一個情況之下 33萬票出來 這個會決定總統的獲選人 到底是誰 所以宋主瑜為什麼 他會很感慨嘛 2000年 他有機會當總統 2004年 比較少的 他也會當副總統 結果都沒有了 都送他便宜 都馬英叫他便宜嘛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其實這個2012年的這一次選舉 當然看在宋主瑜眼裡 這真的很不是智慧啊 你看 宋主瑜會講說 你為什麼不早說 他會講這種話嗎 他會碰到農民跟人家講 差的 差的 講五次嗎 他會講說農民工作一個小時嗎 所以這幾年 馬政府執政下來 當然看在宋主瑜的感受 他覺得 對這些他過去知識他人 他有所虧欠嘛 所以這幾年 我現在說宋主瑜 如果說真的要拚 或者是說 鼓勵人家投費票 搞不好真的是 真的會影響到馬英九的選情 來 劉委員 其實